第三屆橫琴國際科技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及頒獎典禮 1月25日在澳門安達斯酒店舉行 經濟財政司司長深合區執行委員會主任李永龍志慈表示 今次是深合區揭牌成立後 澳琴首次聯合舉辦的國際性科創賽事 對加快推動澳琴產業協同發展 科技協同創新等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從去年4月開始 社會反應熱烈 國際發展度高 也吸引了2100餘家的企業貿易貿易政策 1359個項目完成後 參賽項目受賜破千 期間大賽主委會先後開展了七場國際推介活動 包括有葡萄牙 韓國 新加坡等境外的國家和地區 向國際市場集中展現 合作區投資環境的機遇 今次賽事最終評選出初創組獲獎企業11個 成長組獲獲企業10個 新青年獎獲獲企業6個 李永龍表示期望擴大澳琴聯合招商引力 我們以本屆大賽作為契機 發揮一賽銀商一賽銀財 進一步擴大澳琴聯合招商的引力 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發掘出更多具有創新性的 還有前瞻性的項目和隊伍 舉起更多的新的力量 持續導入更多優質創新的資源 吸引更多優質的產業 標竿項目落底 並通過各類的資助計畫 支持更多具有產業優化的 項目和合作區 示範應用和重視生產 推動或資助成果在合作區轉化 為合作區的產業發展 注入更新的動力 新的動力